漫步深圳的街头 文明之风吹拂下的深圳 一幅幅温馨生动的画面 洋溢着浓浓暖意斑马线前 司机总会自觉礼让行人 车展机场 一直活跃着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线洗车里 市民纷纷挽起袖子传递爱心 文明已成为深圳鲜明的城市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 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时 要求经济特区 真抓实干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要聚焦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个目标上来 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 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努力提供各种条件 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 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体系 40年来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教育 医疗 住房等 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地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 深圳大手笔地投入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 请财力保障民生发展所需 让市民享受改革开放 发展的红利 最近三年 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 接近九千亿元 2020上半年 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超六成都是投向民生领域的 深圳职业教育双元育人模式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 民办义务教育学位补贴 民办学校教师长期从教津贴 新型公办员建设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一项项重点任务 在深圳先行先市 探路领航 近年来 深圳市区两级政府 卫生投入超过1200亿元 深圳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 您知道是多少吗 是81.54岁 主要健康指标 持续稳定在先进国家 和地区的水平 深圳经济特区高度重视 住房保障工作 在全国率先启动两次房改 加快构建人才住房 和保障型住房 双轨并行的 多层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 让住房改革的成果 汇集到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 为全国住房改革提供了深圳经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圳获批全国首批 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 在美丽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中国经验 我每次出差回到深圳 在机场 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面 第一次来深圳的旅客 纷纷掏出手机 对着深圳的南天白云景观拍照 发出惊叹 这个时候 我是真的为这个城市感到骄傲 深圳蓝 不仅彰显了深圳的生态文明 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名片 进入新时代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 更加坚定的声音 以人民为中心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一座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 先锋之城 正在迎面走来